大家好 下面分享的是2016年射手座的运势 2016年射手座会比较压抑 并且会碰到很多的限制 但仍然会有很多机遇 并且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伯乐 但前提是自己需要具备一些真才实学 可能别人在享受或做梦的时候 射手则需要再努力 再提升自己的技能 再学习 那受火星逆行的影响 自己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和反复 工作上的斗志和冲动也可能会非常不稳定 但是到了8月3号以后 一切都会好转起来 满血复活的感觉 同时会有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成名 那么射手座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 所以能出头的时候就要马上出头 在爱情方面 情感方面在2016年则可谓是波澜起伏 既有闪电恋爱也有可能会闪婚闪离 有激情 有惊喜 当然也有意外和伤害 已婚的射手上半年则需要小心去招惹一些烂桃花 所以一定要洁身自好 如果不想要小孩的已婚夫妻 则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和防卫 因为2016年非常有很很大的可能会迎来新生命 而且是忽然之间就会来了一个新生命 金钱财务方面有升值加薪的机会 收入会增加 财运也会增加 不过不易投资 特别是和朋友合作的投资 偏财运会比较好 而且有可能会得到一些幸运之财 例如别人会赠了一笔钱 或者是一些遗产 但是也有可能是从朋友那边听到了一些消息 别人会告诉你 或者是说你看到朋友开始做投资 那么自己也会动心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了 不要把钱投进去 因为对于收手座的2016年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不适合做任何的一个投资 特别是和股票啊 理财啊 或者是一些理财产品都不太适合 那在工作的领域 在工作和事业的领域上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机会 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贵人相助 那么也有可能是有一个伯乐 或者是有一些某个专业的特权人物 或者是专业的一个人士 那会给你一些帮助 但是对于从事创意旅行等相关行业的射手座来说 2016年的上半年 事业会非常大的起色 对于想换工作的射手座来说 2016年则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机会 可以多参加一些面试 展示一下自己的责任心和专业性 还有自己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但在人际关系上 则需要保持低调和沉稳 这样才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 并且获得一些升职加薪的机会 那么总的来说 2016年对射手座有喜有忧 所以特别是在爱情方面 如果是已婚的射手座 建议在一些社交活动中 就真的要把友谊爱情分开 不要混为一谈 不然有可能会招惹烂桃花 然后通知来的微信到婚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